同学们好 这一讲我们主要是讲一下人物 人物咱们先从人体的结构和局部部位看起 现在我在这地方给大家简单地做一个 画融物的一个是简,是一个规律 化人物是需要注意的几个方便 上次在讲油化人物的时候 大体上把人体的结构了 大体上说了一下 说了一下了 今天咱们打算了细致地讲一下 细致地讲一下 人体主要是分 人的整个总体是分七个头的档 这是人体基本的一个比例尺寸 咱们现在就在这儿了 先把这个比例演示一下 画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分这么七个头的大 这就在这七个 七个段里头 怎么去分布 怎么去安排 当然 头 他占一个 头占一个 相应的 这个剩下的 剩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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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半一半 嗯 嗯 嗯 咱们来现在吧 在这地方呢 暂时了 嗯 嗯 画一个简单一点的这么一个 关系啊 咱们现在主要讲的是人体关系 现在我画的这个部位呢 是 西关节 关节 关节以下来还有一个了 小腿 啊 小腿的部位 下来了 小腿的部位了下来了就是 自然就是脚了 对吧 脚脖子和脚了 就这么一个关系啊 嗯 这个眼睛 头部的眼睛了 等会咱们再讲啊 眼睛的布局 现在咱们主要是讲一下这个是 总体的这个关系啊 总体关系 嗯 嗯 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 胳膊的位置啊 总体的位置是这样 那么这里头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了 还存在一个就是说是 人体能活动的几个部位 啊 嗯 它和画 其他的还不太一样 啊 嗯 人体能活动的几个部位 假设这个脖子 这一部分 脖筋这一部分 活动的 啊 下来的腰 腰 主要大活动的 主要大活动的 主要是这几个部位 啊 所以说要画人体的时候呢 要画人体动态的时候呢 你首先要掌描它这个规律 你首先要掌描它这个规律 大活动的 能活动的是几个部位 当然 当然胳膜里头还有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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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呢 就有一定的帮助 啊 就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说是 对这个大体的这些概念化的东西 你不是太了解的话 或者说是你还不是太理解的话 可能画些人物来的话 是比较困难一些 比较困难一些 嗯 这个呢 咱们就讲一下这个是 嗯 当然 现在咱们画的 示范的这个呢 比较困难 是以赞为主 啊 人以赞质为主 啊 赞质为主 嗯 当然 人体里头呢 刚才说了 讲了 能动的部位 当然这个腰部动了 它代表它能坐 坐了以后呢 吸关节 自然去弯曲 啊 这是坐的 坐了 坐的坐之了 这个呢 它是一个透视变化 啊 根据透视句话 虽然它做了 人矮了 但是人的 比例 不能小 啊 比例不能小 嗯 现在咱们讲一下面部 面部怎么去分布 嗯 嗯 面部还是 嗯 分 三个 啊 咱们这次画大一点 看看 啊 大体上分这么三个 嗯 比方这是一个方块 啊 方块里头呢 这个墨色我加重一点啊 眼睛 刚好是一半的位置 眼睛 整个面部的正中间 整个面部的正中间 是眼睛啊 下来就是 自然这是鼻子了 嘴了 眉毛 眼睛在人体的整个面部的正中间 啊 正中间 大概的比例尺分就是这样 耳朵呢 耳朵呢 一般正常 的 耳朵呢 一般是在 跟眼睛基本上是平行的 啊 耳朵跟眼睛基本上是平行的 嗯 嗯 假设这是图法 好吧 咱们把它染开了看看啊 啊 染了 整个把这图法染了 啊 大体上就是这样啊 啊 眼睛的风度 嗯 面部的风度 嗯 人体呢 还有一个呢 长延道 画人蓝画手 这个手是一个 嗯 比较蓝画的 我也 赞同这个说法 守了 嗯 希望了 大家在平身 临摹练习的时候了 最好了 嗯 一般画画都是用右手画 那么你把左手了 自己的左手了 变化成各种姿势 看着去画 啊 看着去画 这个里头有个透视的关系 嗯 咱们现在呢 大概说一下 啊 嗯 嗯 假设 现在 我要画一个 大拇指朝前的 大拇指 朝前的 这么一个树 啊 嗯 嗯 大拇指朝前 这么一个树 那么呢 这个咱们画大一点啊 为了看得清楚 大拇指朝前 啊 完了以后呢 剩下就是了 十字 剩下四个制度 这个制度了 怎么封部了 根据你自己摆的这个是 呃 摆手的这个是 透视关系 角度 去封部它 根据透视的关系啊 封面都要小 不能太大了 太大了以后了 呃 显得这个呢 就有点 比例上就不太合适了啊 还是按着人 守的这个是正常的 这么一个 呃 结构 正常的结构 你比方说是 呃 十字短 中 中指长 呃 文明指小指了 相 相应来说短一点啊 根据正常的这个是 结构关系 这是手心 这就是 大股指朝前的这种的画法 看不见了 这两个指甲看不见了 指甲看不见了 不要勉强去画 看不见了 不要勉强去画 大体上 大体上就是这样 当然这里头 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 比方说关节的那地方 稍微加一点 关节的纹目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 做字的问题 咱们现在以速写的方式 因为是咱们的世界有限 以速写的方式呢 再讲一下人体的这个是动向 假设 咱们现在画一个坐着的人 坐着的侧面坐的人 我现在画一个是个速写的方式 所以说了 是以速写的方式去画它 因为咱们的世界有限 所以说 现在呢也没有时间说是 详细的说是画一幅完整的呀 什么的 这样的 现在咱们世界了 看来是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然后以后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 腿部的这个蓝曲的程度 这个咱们就用这个是笼一点的墨 笼一点的墨 把这下面呢 搭给了 假设这时的 它坐在一个凳子上 啊 这个凳子画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透视关系啊 也要注意透视关系 前后透视的关系啊 这个很重要啊 凳子 这个呢 眼睛 眉毛 鼻子 嘴巴 耳朵 咱们现在把它染了啊 这一部分 涂发这一部分染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咱们就把它染一下啊 这就是坐姿啊 坐着的形态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种呢 人的动态是很多的 咱们现在呢 咱们现在呢就是说是呢 现在大体上讲的了是常见的几个作字 当然你在生活中写生啊 要创作一幅作品的时候 还是要画一些比较独特的 不常见的或者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还有一种是正面 平坐的 嗯 这是坐着凳子的 还有一种是平坐的 或者说是冬的 哎 不要凳子 直接冬的啊 咱们还是写画图啊 现在主要讲的是这个 是画画的这个 是坐姿的结构啊 所以说呢 现在呢咱们画的时候呢 可能脆一点啊 可能粗略一些 嗯 不是说是太那么具象 咱们主要是讲一个这个是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这种关系 主要讲这种关系 就好 这把耳朵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您应该阅读了 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咚的 咚下以后的动作 大体上结构就是这样子的 人体基本上常见的几个动作 还有一个是行走的 人在平时行走的 当然你在创作的时候 当然也不能说是你把生活中常见的这些 太大中了的一些不常见的这些了 你如果要说是创作的作品里头的话 我认为也不是 为什么无得那么动人 虽然每个人私自都一样 但是有些人他会 有些人他不会 当然不会的人看着他就很美丽 所以说画画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虽然你画的是人 人都见过人 但是你画的人跟别人不一样的 这就叫艺术 而还有一种正常行走的 行走 咱们刚才画的这个作材是朝这边的 咱们画一个朝右边的 面部朝左边的这一个是 行走当然正常一般情况下 侧面的比较多 或者是半侧面的 当然正面的也有 正面的也有 由于视频的角度问题了 咱们就不画正面的了 因为有些转折的地方了 视频太远了 看不清楚 咱们这一次呢 是先画了那个什么 先从面部画起 先从眼睛 鼻子 这个都可以 不管是先从什么地方画都可以的 你自己认为是先画鼻子好 还是先画眼睛好 还是先把整个面部画出来 再填眼睛也好 怎么画都可以 这个你根据你自己对这个是 绘画基础的这个是把握的程度 把握的程度 大家注意看 现在就是说是要画这个是 为了大家能看得清楚 所以说咱们画这个 走的这个姿势 咱们尽量画一些现代的 不要画古代的 穿着长衣服 穿着长衣服的这个动作 当然画画还是能感觉到 但是在讲课里头 就显得不是那么太明显了 咱们尽量画还是要以简单的为主 这个正常走的时候呢 是人的两条腿了 看你 他向前迈的这个部了 是左腿还是右腿 这个都可以 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咱们现在呢 就是这个了 就把左腿了放到后面 就把左腿了放到后面 当然要注意 注意 人的关节转折的部位 这个一定要交代出来 这个不能含糊的 不然的话 他就 人体没有转折的地方 他是不行的 这个现在就 躲到这个小腿后面去了 他后面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那么就不勉强去画了 但是有这一条腿 大家一看 感觉他在走路 因为他这条腿是向后的 向后的 向这个方向的 通过这些转折了 吸关节的转折了 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他在行走 人物画里头呢 还有一些面部的刻画 比方说小孩呀 老人呀 还有有胡子的呀 没有胡子的呀 还有中年人啊 农民啊 干部呀 等等 这些呢 他们也不得表情的刻画了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今天咱们这个时间呢 可能是讲不到了 因为这个呢 说起来话就多了 就讲不到了 总体有一点点 咱们现在把人的种类分析一下 总体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中国人和外国人 这个节目了 画的时候呢 咱们换一张纸 换一张纸 换一张纸 咱们现在从这个是眼睛的部分发现啊 先画眼睛 眼睛 眉毛 再画一个眼睛 眼睛 眉毛 那么再画一个眼睛 眼睛 眉毛 那么这三个眼睛啊 从体型上来看了都一样啊 咱们基本上是地区一样啊 画的都一样 但是你要画人对面部表情的时候呢 光眼睛是不够的啊 还有一个角度的问题 假设 这个图 是这样的呢 他的前额部了比较高 他这个地方呢 就进去了 这个鼻子呢 出来了 嘴巴夹射在这里 那么这个人啊 感觉就马上就 不一样啊 还有一种啊 也是这种眼睛 那么这个图呢 到这儿呢 他这两个表情就不一样啊 啊 还有一种是呢 他直接 直接 直接朝这个走 那么这个表情啊 假设从这儿过来 他基本上是平的 啊 基本上是平的 这个呢 马上你看 这三个 三个人们的表情的动态呢 同样的三条线 眼睛 画出来 动态是不一样的 啊 他出来的动态是不一样 他的表情不一样 啊 面部表情不一样 嗯 还有一个就是呢 当然咱们这个呢 现在是比较协议的啊 比较协议的啊 为了讲课配 由于时间的关系 没有细致的去 细致的去刻画它 当然这里头呢 还同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个 这是正侧面 还有一个是半侧面的 那么现在咱们把这个侧面呢 朝左边走 啊 那么左边这个眼睛呢 小 右边的大 这个就是在画画的原理里头呢 就是近的部位了 大 免得不为了小啊 免得不为小 这个情况呢 大家看吧 这个 这是半侧面的啊 近的这一个 眼睛大 远的这个小 当然这是一个是中年人 咱们现在 现在画的这是个中年人 那么你要画老年人怎么办了 没关系 稍加修饰 就是老年人画一点眼袋 眼袋啊 画一点眼袋 完了以后了 把它这个是比较素 这个额骨 画出来 如果还感觉这个了 如果还感觉这个了 年龄了 现在你看这个 马上就老向下来了 如果再加一点抬头门 当然这个抬头不一过多啊 你这个意思就行 也不要太整齐了 再加一点眼部皱纹 他就更是老人了 那么老人呢 如果具体再把它刻画了 加上胡子 啊 他现在就是老人了 啊 所以这个画画的这个里头呢 同学们呢 要仔细的去琢磨 仔细的琢磨 反复的去练 啊 反复的去练 练的琴过程中了 主要是呢 不要闭门造车 一个是出去写写生 一个呢 林林林家 从古到京的林家的作品 看人家怎么画 啊 多灵 多看多学 嗯 丰富一下自己的大脑 啊 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 这方面的 嗯 嗯 光在家的光临也不行 光临也不行 你还要看活的 就是说是在大街上看看走动的 形形色色的人 每个人他走到大街上 不管上班也好 下班也好 他的表情 心情 神态都不一样 因为他在单位遇到的事不一样 或者说他急急忙忙回家以后 所遇到的事不一样 他的表情都不一样 啊 都不一样 嗯 多写生 嗯 如果有条件的话 现在大部分都在城市 城市居民 在城里居住 有条件的话 最好到农村去写些神 农村那个呢 现在城里头很罕见的那种 坐姿呀 动态呀 老百姓的风俗呀 嗯 嗯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嗯 农村的题材呢 我感觉了比较丰富一些 嗯 如果大家有这个条件好了 尽量到生活中去 啊 最好到农村去写些神 啊 那农村里头还有一些 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 一味的收获 嗯 希望同学们呢 自己去体会 嗯 今天的 嗯 人物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回头呢 我有几张习 习坐了 嗯 大家看看啊 嗯 我把镜头拉近了 大家看看啊 嗯 这是一张钟魁啊 嗯 嗯 嗯 这张画呢 把面部的这一部分呢 是带来点工啊 比较工细的 这种画法 嗯 其他部位呢 是采用了大写议的这种手法 啊 采用了大写议的这种手法 呃 中国画嘛 还是要见笔墨的啊 要见笔的 所以说了 嗯 这是写议和这个是工了 工间写的这种画法 啊 工间写的 嗯 同学们呢 可能呢 在这个是 观赏的时候呢 有好多都是 嗯 搞收藏的 我这是 我这还有一张 现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这一张是古代的 比较抽象的这种画法 啊 比较抽象的这种画法 嗯 嗯 有好多搞不收藏的 如果要是大家 呃 有 有喜欢的了 请跟我来 来电话 跟我联系 啊 今天的课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再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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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